阿摩斯书,第一章,当有大王乌西亚,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,大地震前二年,提戈亚牧人中的阿摩斯的话论以色列。 他说,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,从耶路撒冷发声,牧人的住处要悲哀,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 耶和华如此说,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,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,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。 我却要降火在哈穴的家中吞灭遍哈达的宫殿,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,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博弈殿掌权的。 叙利亚的民必被掳到吉尔,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如此说,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,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,因为他将掳来的众民都交给以东,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墙吞灭其中的宫殿。 我必检除亚石突的居民和亚石基伦掌权的,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。 非利世人所余胜的必都灭亡。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如此说,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,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,因为他将掳来的众民都交给以东,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。 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墙吞灭其中的宫殿。 耶和华如此说,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,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,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,毫无怜悯,发怒撕裂,勇怀愤怒。 我却要降火在提曼,吞灭波斯拉的宫殿。 耶和华如此说,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,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,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,好扩张自己的境界。 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,旋风狂暴的时候,点火在拉巴的城墙,吞灭其中的宫殿。 他们的王和首领,必已同被掳去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斯书第二章。 耶和华如此说,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,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,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。 我却要降火在摩押,吞灭加略的宫殿。 摩押必在哄嚷那喊吹号之中死亡。 我必检除摩押中的审判者,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如此说,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,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,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律法,不遵守他的诫命。 他们列祖所随从的谎言,使他们走迷了。 我却要降火在犹大,吞灭耶路撒冷的宫殿。 耶和华如此说, 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,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, 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,为一双鞋卖了穷人。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,也都垂涎阻碍千悲人的道路。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,亵渎我的圣名。 他们在个坛旁铺人所荡的衣服,握在旗上, 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。 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。 他虽高大如香柏树,坚固如橡树, 我却上灭他的果子,下绝他的根本。 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, 引导你们经过旷野四十年, 使你们的亚摩利人之地未业。 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, 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歇尔人。 你们以色列人啊,不是这样吗?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你们却给拿歇尔人酒喝, 嘱咐先知说,不要说预言。 看啊,我为你们锁压, 如同车位满载的河捆锁压一样。 所以快跑的不能逃脱, 有力的不能用力, 刚勇的也不能自救。 拿弓的不能站立, 腿快的不能逃脱, 骑马的也不能自救。 到那日, 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阿姆斯书第三章。 以色列人啊, 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的岭上来的, 当听耶和华公鸡你们的话, 在地上各族中, 我只认识你们, 因此, 我必为你们的一切罪孽刑罚你们。 二人若不同心, 岂能同行呢? 狮子若非抓屎, 岂能在林中咆哮呢? 少壮狮子若无所得, 岂能从洞中发生呢? 若没有基鉴, 却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? 网罗若无所得, 人岂能从地上收起呢? 城中若吹号, 百姓岂不惊恐呢? 一城若有灾祸, 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?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, 就一无所行。 狮子吼叫, 谁不惧怕呢? 主耶和华发命, 谁能不说预言呢? 要在亚什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, 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, 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, 并其中被欺压的人。 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, 积蓄在自己宫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确的事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所以, 主耶和华如此说, 敌人必来围攻这地, 使你的势力衰微, 抢掠你的宫殿。 耶和华如此说, 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一块耳朵, 驻撒玛利亚躺卧在床脚上和大马士隔榻上的以色列人, 也必怎样被取出来。 主耶和华大军之, 神说, 你们当听这话, 在雅各家做警戒, 使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, 也好讨博特利祭坛的罪, 坛角必被砍下, 坠落余地。 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, 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, 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阿姆斯书第四章, 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呀, 当听我的话, 你们欺负贫寒的, 压碎穷乏的, 对家主说, 拿酒来, 我们喝吧。 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, 看啊, 日子快到, 人必用钩子将你们勾去, 用于勾将你们的后代勾去, 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, 你们必把他前头的所有牛投入宫殿, 这是耶和华说的, 以色列人啊, 认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, 到吉甲加增罪过, 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, 每三年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, 你们以色列人啊, 认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, 把甘心祭便告众人, 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,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, 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, 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, 你们仍不归向我, 这是耶和华说的, 在收割的前三月, 我使雨停止, 不降在你们那里, 我降雨在这城, 不降雨在那城, 这块的有雨, 那块的无雨, 无雨的就枯浅了, 这样, 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, 却喝不足, 你们仍不归向我, 这是耶和华说的, 我以汉风, 煤烂攻击你们, 你们的园子, 葡萄园, 无花果树, 橄榄树长大的时候, 都被鹅虫所吃, 你们仍不归向我, 这是耶和华说的, 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, 像在埃及一样, 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, 使你们的马匹被取走, 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, 你们仍不归向我, 这是耶和华说的, 我轻负你们好些诚意, 如同神从前轻负索多玛, 俄莫拉一样, 是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火把, 你们仍不归向我, 这是耶和华说的, 以色列啊, 我必向你如此行, 以色列啊, 我既这样行, 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, 看啊, 那创山造风, 江心一指示人, 是晨光变为幽暗, 脚踏在地之高处的, 他的名是, 耶和华大军之神, 阿摩斯书第五章, 以色列家呀, 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, 以色列处女跌倒, 他不得再起, 他被弃在几地, 无人扶起他, 主耶和华如此说, 以色列家的, 乘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, 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, 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, 你们要寻求我, 就必存活, 不要往伯特利寻求, 不要进入吉甲, 不要过到别十八, 因为吉甲必被掳掠, 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, 要寻求, 耶和华就必存活, 免得他在约瑟家乡火发出, 在伯特利焚烧, 无人扑灭, 你们这是公平变味阴沉, 将公义丢弃余地的, 要寻求纳造七星和参星, 使死阴变为晨光, 使白日变为黑夜, 命海水来, 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, 他是被抢夺的得力攻击力强的, 以至被抢夺的前往攻击宝障, 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, 曾无那说正直话的, 你们践踏贫民, 向他们取去承担的麦子, 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, 却不得住在旗内, 栽种美好的葡萄园, 却不得喝所出的酒, 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, 你们的罪恶何等大, 你们苦待一人, 收受贿赂, 在城门口驱网穷罚人, 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毕竟莫不言, 因为时事真恶, 你们要求善, 不要求恶, 就必存活, 这样耶和华大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, 要恶好善, 在城门口秉公行义, 或者耶和华大君之神像约瑟的愚民施恩, 主耶和华大君之神如此说, 在一切街道上必有哀嚎的声音, 在各大道上必有人说, 哀哉, 哀哉, 又必叫农夫来哭号, 叫擅长哀歌的来哀哭, 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, 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, 这是耶和华说的, 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, 你们到那日将有何等的结局呢? 耶和华的日子, 黑暗没有光明, 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, 又遇见雄, 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, 就被蛇咬, 耶和华的日子, 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? 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? 我厌恶轻看你们的节气, 也不闻你们严肃会的香气, 你们虽然向我献凡记和素记, 我却不怨啊, 我也不顾你们用肥出现的平安记, 要使你歌唱的声音远离我, 因为我不听你弹琴的响声, 为怨公平如大水滚滚, 史公义如江河滔滔, 以色列家啊, 你们在旷野四十年, 岂是将冀物和贡物献给我呢? 你们却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账目, 和你们的神星堪的重向, 所以我要使你们被掳到大马士革以外, 这是耶和华, 名为大军之神说的阿姆斯书第六章, 名为列国之首, 且为以色列家所归下, 在西安安逸无虑, 依靠撒玛利亚山的有祸了, 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, 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, 又下到非历史人的加特, 看他们比这些国还将吗? 他们的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? 你们以为祥货的日子还远, 使强暴的座位临近, 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, 书身在踏上, 吃群中的绵羊糕, 棚里的牛肚, 弹琴古色唱消贤的歌曲, 为自己制造乐器, 如同大卫所造的, 以大碗喝酒, 用上等的游抹身, 却不畏约色的苦难担忧, 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, 首先被掳, 书身的人严习之乐必消灭了, 主耶和华大君之神, 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说, 我憎恶雅各的荣华, 厌恶他的宫殿, 因此, 我必将成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, 那时, 若在一房之内, 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, 死人的博书就是烧他尸首的, 要将这尸骨搬到房外, 问房屋旁边的人说, 你那里还有人没有? 他必说, 没有, 又说, 不要作声, 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, 看啊, 耶和华出令, 大房就被他攻破, 小屋就被打猎, 马岂能在牙石上奔跑, 人岂会在那里用牛耕种呢? 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, 使公义的果子变为苦菜, 你们喜爱虚浮的是, 自夸说, 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? 然而, 耶和华, 大军之神说, 以色列家啊, 看啊, 我必兴起, 一国攻击你们, 他们必欺压你们, 从进入哈马的入口, 直到旷野的河, 阿姆斯书第七章, 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, 看啊, 未亡割草之后, 菜又生长, 看啊, 刚生长的时候, 煮造炸蟒, 蝗虫吃尽那地的轻悟, 我就说, 主耶和华呀, 求你饶恕, 因为雅各威弱, 他靠谁得意起来呢? 耶和华就后悔说, 这才可以免了,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, 看啊, 主耶和华命火来惩罚以色列, 火就吞灭深渊, 吞了一片土地, 我就说, 主耶和华呀, 求你止息, 因为雅各威弱, 他靠谁得意起来呢? 主, 耶和华就后悔, 主耶和华如此说说, 这灾也可免了,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, 看啊, 有一道墙, 是按准绳建筑的, 主手拿准绳站在旗上, 耶和华对我说, 阿摩斯啊, 你看见圣魔, 我说, 看见准绳, 主说, 看啊, 我要吊起准绳, 在我民以色列中,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, 以撒的重高丘必然凄凉, 以色列的圣索必然荒废, 我必兴起, 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, 伯特利的基斯亚马歇, 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, 说, 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, 他所说的一切话, 这国担当不起, 因为阿摩斯如此说, 耶罗伯安必被刀杀, 以色列民定被掳去, 离开本地, 亚马歇又对阿摩斯说, 你这仙剑啊, 要逃往游大地去, 在那里虎口, 在那里说预言, 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, 因为这里有王的殿堂, 有王的院子, 阿摩斯对亚马歇说, 我原不是先知, 也不是先知的儿子, 我是牧人, 又是收据桑树果子的, 我跟从阳群的时候, 耶和华召我, 耶和华又对我说, 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, 亚马歇啊, 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, 你说, 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, 也不要向以撒加低下言语, 所以, 耶和华如此说, 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, 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, 你的地壁有人用绳子梁的分取, 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, 以色列明定被掳去离开本地, 阿摩斯书第八章,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, 我看见一栏夏天的果子, 他说, 阿摩斯啊, 你看见圣魔, 我说, 看见一栏夏天的果子, 耶和华说, 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, 我必不再宽恕他们, 主耶和华说, 那日, 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, 必有许多诗手在各处抛弃, 抛尸手的必不作声, 您这些吞吃穷乏人, 使境内困苦人衰败的啊, 当听我的话, 您说, 月朔基石过去, 使我们好卖骨呢, 安息日基石过去, 使我们好摆开麦子, 将依法做小一点, 舍克勒做大一些, 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, 好用银子买瓶寒人, 用一双鞋换穷乏人, 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呢, 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, 他们的一切行为, 我必永远不忘, 地己不因这是颤抖, 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, 地壁全然涨起, 好像洪水, 如被埃及洪水冲去淹没, 主耶和华说, 到那日, 我必使日头在五坚落下, 使地在白肘黑暗, 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, 歌曲变为哀歌, 众人妖术麻布, 头上光秃, 使这场悲哀如丧毒生子, 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, 主耶和华说, 看啊, 日子将到, 我必命机荒降在地上, 人饥饿非因无饼, 干渴非因无水, 乃音不听, 耶和华的话, 他们必漂流, 从这海到那海, 从北边到东边, 往来奔跑, 寻求, 耶和华的话, 却寻不住, 当那日, 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, 必因钱可发婚, 那些指着撒玛利亚的罪启事的说, 但啊, 我们指着你的神启事, 又说, 我们指着别是八的风俗启事, 这些人都必扑倒, 永不再起来, 阿摩斯书, 第九章, 我看见主站在祭坛上, 他说, 你要击打门楣, 使门框震动, 使门顶砍在众人头上, 所剩下的人, 我必用刀杀戮, 逃避的不能逃避, 逃脱的不能的救, 他们虽然挖透地狱, 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, 虽然爬上天去, 我必拿下他们来, 虽然藏在加密山顶, 我必搜寻, 捉出他们来, 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, 我必命蛇咬他们, 虽被仇敌掳去, 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, 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, 降火不降服, 主大军之耶和华摸地, 地就融化, 繁住在地上的都比悲哀, 地壁全然向洪水涨起, 如被埃及的洪水淹没, 那造成在天, 立军余地, 宁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, 是他的名, 耶和华说, 以色列人啊, 我岂不看你们如埃塞俄比亚人吗,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出埃及地吗, 不是领非利时人出家匪托, 领叙利亚人出吉尔吗, 看啊, 主耶和华的眼目, 查看这有罪的国, 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, 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, 这是耶和华说的, 看啊, 我必出令, 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, 好像用筛子筛骨, 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, 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, 灾祸必追不上我们, 也赢不着我们, 他们必死在刀下, 到那日, 我必兴起大卫倒塌的账目, 堵住其中的破口, 把那破坏的兴起来, 重新修造, 像古石一样, 是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胜的, 和所有称谓我名下的一切异交之民, 此乃行这事的, 耶和华说的, 耶和华说, 看啊, 日子将到, 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, 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, 大山要滴下甜酒, 小山都必融化, 我必再领我民, 以色列被掳的归回, 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, 栽种葡萄园, 喝其中所出的酒, 修造果木园, 吃其中的果子,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,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, 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 请不吝点赞, 请不吝点赞,